美国照顾资本的利益多过照顾人民的利益 那么中国需要强调是共同富裕路线 我自己写文章都说这个是人类的伟大理想 那篇文章说进行新黑的改革是被迫的 这么多好的企业 无论是腾讯 巴巴 滴滴这些 就是你需要这些资金来发展你的经济 你将这些很有活力的企业来制止他们的发展的话 对中国长远的经济是不是一个好事呢 好 回来是施对话继续是施老板和葳葳的 施老板欢迎你 我是星期二在刚刚前天我们今天是录影 那上个星期我看到在内地 因为我经常在内地看上网 有一篇文章是引起我的转意的 其实在雪球我看到的 结果我看到雪球下面原来这篇文章 是在很多官媒 官方媒体都有转转 包括新华网 环球网 人民网 腾讯 网易全部都有转转 基本上这篇文章也挺厉害的 就是挺严厉的 他说基本上的意思就是中国政府现在做了很多的 针对市场的种种方面的改革 包括停了买上市 然后是反垄断法 亚里被罚款 滴滴被查等等 因为主要是因为中美关系非常紧张 接着中国正在发生一个重大变化 从经济领域 金融领域 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 都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 或者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而这篇文章其实我相信我是全香港最早负责的人 因为我在内地 他负责了一个小时我的负责上网 我的Facebook 后来01香港新闻01都有转载的 第二天 其实01的代表也挺害怕的 就是我觉得是不是一场新的革命来着 就是香港人都比较敏感 就是你进行因为资本主义 我们基本上所以新的革命 老板你是资产资本家 我真的很想听你 是不是中国整个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 都进行一场新的革命 中美的角力 现在已经发展到冷战状态 就是对了 就是美国是担心中国会取代它老大的位置 真是基本上去到逝不两难 而去到这个情况下 美国就是将中国描绘成非我族类 就是他要西方他的民国 其他发达国家都将中国看成是异类 已经说得温和一点 其实他是想将你变成邪恶组织 妖魔组织 那他才可以叫盟友一起去围堵他 抵制他制裁他 那所以一定是会攻击中国的 那变成了你那个和中国的较量 除了经济领域政治领域 也都是去到意识形态 价值观方面都全面较量了 那当别人在一个对立面来攻击你的时候 你很难说我和你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弄错了 而就是中国其实现在都是说 就是标榜着一个 我们和美国是走着另一套社会模式 中国政府都在说 我们要有制度自信 对自己的制度 是觉得自己的制度 是更符合人民的利益 更符合历史的发展 更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那么 譬如在防疫方面 对付新冠肺炎 他也是两地都采取 不是一样的措施 就是这个你会看到 即使是医疗相对科学的层面 都会割行一套 所以其实中国在这段时间 是也都强调了自己那套 和美国不同 那我之前也说过 就是中国会重视实体经济 但是美国可能重视金融经济 虚拟经济那边 中国就没有这么重视金融 觉得股价就跌了 跌不影响我实体的经济 那在经济路线上 会采取不同的手段 现在我看到 连文化意识上 都和西方采取相对切角的 尤其对于那些韩国 那些日本 那些他们叫做量炮 叫那些男性柔弱化 扮女性那些装扮 跳舞扭扭扭扭扭 他说这些会不会是想 中国人失去阳光的气质 变成柔弱 明白 其实我不好意思打断你 因为你之前也有说过 这个是一个意识形态 就是中国想意识形态很明显地 和西方或者美国不同 但是问题是我们是进行了很多 一些经济上的重大的改革 就是我们看了 就是我们炒股也知道 就是中国这个方向 你是否同意 就是你觉得是不是一个 你觉得是对整个国家长远 发展是有利的方向 就是我不理意识形态 撇开这个意识形态 其实就是两样东西就不是切得这么开的 中国有一些东西是不可能走美国那条路的 因为美国那条路呢 现在都走得很尽下的了 譬如美国贫富完全 因为它照顾资本的利益 多过照顾人民的利益 那么中国所以要强调是共同富裕路线 你要共同富裕你在分配上 你就要给人民佔那份多些 起码要多过以前 就给资本家分到那份可能要少些 那怎么分才会合理呢 我认为是要真的要检讨的 因为美国搞到现在这样呢 他贫者越贫富者越贫低下阶层 很多怨气 很多年轻人没有前途吸毒 患精神病 这种状况 连美国富起来的人都担忧 标记那些都提出说 不如我们有钱人交多些税 不要搞到别人这么惨 大家都没有前途 所以中国要重新检讨 那个资源分配 财富分配 那个路向是应该的 我自己写文章都说 这个是人类的伟大理想 不过你走这条路 很容易走上歪路而已 如果你纯粹简单地 将有钱人的钱 切一切出来 补给穷人 那你可能令到有钱人 没有兴趣去做生意 没有兴趣去努力 我们这个世界 其实都很靠企业家的努力 改革开放都是靠民间的努力 就不是纯粹靠政府去分配财富 所以我说很容易走上歪路 但我没有说那个大方向是错 所以中国现在是对经济发展也好 政治体制也好 或者文化意识也好 都是觉得需要全面检讨 和改革开放初期不同一点 就是当时就向西方学习 学习别人的市场经济 学习别人的股权制度 公司制度 会计制度 很多都是学西方的 那当时就是向西方靠拢的 那现在西方都排斥你了 你又发觉西方那一套不是走得通了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检讨 你要走过一些新的路线 所以那篇文章说 在进行新黑的改革 是被迫的 一个对手要整理 另一个对手走开那一套 你发觉走不通 走不通就要变了 变的时候 当然有所担心 会变好了还是变差了 中国政府自己的说法就是 回归就是他们党成立的时候的初心 初心的他想行共产主义 想行要大多数人为大多数人谋幸福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一些人担心 会不会你搞共同富裕 是不是就是搞共产 那中国政府都一再声明 不是说真的要搞到军府 各个一样 政府是可以有差异的 不是做有36不做有36 但是很多措施 还没说得很清楚的 在共同富裕上 究竟是不是加上 随一随人头一起分了它 死了 因为这个收 你说叫人家做第三次分配 本来捐献到慈善善业 那捐多少才够 如果由政府主导 跟第二次分配抽税 没什么分别 所以政府应该是有一套方案 究竟你将分配合理化是由哪里入手 我就赞成在第一次分配那里入手 就不要说靠政府抽税 靠人做事 那些解决不了问题的 明白 这些事情要检讨要讨论要研究要有方案出来 讲得清清楚楚人家才会放生 现在只是令到有些我认得那些有钱的朋友 是不是共产党又再谋退那副身家 会不会被充公又要斗地主斗资本家 那这些是令到人担心的 有些人说师生你是不是怕政府叫你捐钱 老实话我就不怕的 我已经将我的公司的股份 全部放在慈善基金 全部都不是在我自己袋子 那要捐就捐 所以你不叫我捐我就捐了 我想问一下如果是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 譬如这么多好的企业 无论是腾讯巴巴滴滴滴 这些真是公司 我们纯粹是再宏观点看 他们真是拿到就是美元的 是不是 就是如果你是中国需要这些外资的 就是你需要这些资金来发展你的经济 你将这些很有活力的企业 来制止他们的发展的话 对中国长远的经济是不是一个好事 你说真的中国在民企方面的收入 就是对国家的收入可能 其实比国企的收入更大 如果你将很有活力的民企的 压抑的发展 压抑它的发展呢 是不是真的好 尤其你中美关系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 我自己觉得网上有一些文章的写法 虽然可能都反映了就是政府高层的某些人的看法 但是我认为有客爱民族主义的味道 也都对经济的营运了解得不得清晰的 就是举阿里巴巴为例 他说阿里巴巴的股份大部分落在远银 现在是日本的投资公司 孙正义 另外就是雅虎 也是美国公司 那这些公司占了股份的大部分 那就是阿里巴巴赚了钱 就全部给了外国人 不是全部很大部分就益了外国人 他们在中国的市场赚钱利润给了外国人 说这样不好 而且又怕他说这么多外国资本 会不会将来中美磨擦 这些外国资本就作为股东的控制权益的时候 他会不会影响这些大公司在中国的营运 会不会反窩一击还害中国 那我自己觉得就是之前你吸引外资 是别人当生意初初做 你中国的资金不敢投 那别人看中投了 那是应该被别人有回报的 当然那个分配模式我刚才说分给股东 是否分给工作人员不是一个公平的方法 但是你这个游戏规则 你改之前都不能够说人家这样做不对的 中国其实是需要有那些叫做PE分 就是风投也好 就是私募基金也好 那你中国经济才有发展的 那不可以一下子对投资 那这些人当然将来是不是会受美国影响呢 不奇怪 但是没有增贫十句支持不能够 因为他的国籍就认为这些资金一定是身怀不軌 那我自己觉得就是美国就想搞冷战而已 最好想外国资金不是中国 但是中国其实都还想有外循环 所以应该给那些网民随便发表这些 就是对外资歧视或者不想外资入围 就是将外资说成是有不坏好意的阴谋 我觉得中国不适宜鼓励这类型的言论 OK 好 谢谢施老板 谢谢你